在郭先生被关押的监狱所面临的一个恶劣的情况 妮可姐,你跟她介绍一下 是的,如果这份文件里面就是讲到呢 都出现了lockdown了 lockdown也就是说如果郭先生的律师想跟他见面的话 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对吧 而且还有危险,是不是 是,就是这样的 就是在今年的,要知道郭先生3月15号被逮捕 在3月24号,郭先生被关押的这个监狱的warding 就是监狱长,他发布了一个命令 将这个监狱,也就是说紧急情况 永久的lockdown 永久的lockdown Indefinite 为什么呢,是因为在这个监狱里面 在很多的牢房里面发现了 一些危险分子自己制造的武器 所以因此呢,这个整个监狱 现在是处在一个永久lockdown的情况下 所有的这个监狱里面的犯人都被关在他们自己的房间里面 每天呢,他一个犯人只能离开他自己的房间20分钟 20分钟的放风的时间 而且一次只能一个人离开一个监狱 对,然后下面一个呢 就是说如果在这个监狱的这个情况下呢 打电话上网和就是其他的通讯的方式都严重受到了干扰 而且每天呢,只能吃一顿热饭 然后呢,在吃饭的时候也是在自己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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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房 就是那个牢房里面吃的 所以,所以就大家看到就是 当然郭先生以前就是在清风看守所可能面临的这个情况呢 就是比美国的条件更更差 但是对所有的美国人来讲的话呢 就是在生活这样这样的条件下 其实他,他的这个right to counsel其实是被limited的或者是denied的 是的 因为基本上他没有办法自由的跟他的律师进行交谈 他也没有办法是就是meaningfully participate 就是,你讲就,就得不换多什么 因为,你看大家看到这个文件里 这个律师他们说的非常简单 说因为这样所有的这个限制 那现在呢,郭先生没有任何办法和他的律师在一个单独的房间见面 因为这样的房间非常少 而且这个监狱长是在多次郭先生律师尝试情况下拒绝了 他们只能在什么情况下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公开的一个房间啊 就有很多人都在里面 然后呢,有一个非常小的桌子 这个桌子呢,是为两个人而设计的 大家知道郭先生有三个律师 而且郭先生本人,这就四个人了,是吧 但是很多的文件呢,对吧 而且这个房间里嘛,有很多其他的人 没有任何的隐私 那大家知道,你和律师之间 你和你律师之间的沟通都必须是保密的 连法官都不能知道 连检察官都不能知道 同时呢,大家知道 这个郭先生律师说 说政府给指控完郭先生之后 给郭先生律师才能提供文件 第一次就提供了两个T的文件 两个T的文件是什么 该给大家想一想 就是打印出来就得厚厚的一叠吧 可能大概我保守估计 几十万份文 几十万页到几百万页文件是有的 大家说这种情况下 你就,也就是说 现在监狱的这个郭先生 看守这个情况 基本上就让郭先生 他有宪法第六修正案 赋予他的 这个拥有律师的权利 基本上已经否决了 违反了郭先生这个法律 那我们